突然而至的水上龙卷风发生在当天下午的5点45分 当时电视台正在高游湖面上拍摄节目 原本天空还是一片夕阳红 突然湖水水位下降 而在湖中央则出现了一条高达千米的水路 盘旋在空中 落日彩霞与水天相连的龙溪水同时呈现在天空 而在高游市区也可以看到这一奇观 还有市民拍下了当时的情景 龙溪水奇观是龙卷风发生在水面时产生的景象 它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 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 由于龙卷风中心气压极低 湖水被吸入漩涡形成了水路 大约20分钟之后龙溪水逐渐散去 紧接而来的是黄冬暴雨 不过并没有给当地造成人员伤亡